在每一場精彩活動的背後 都有非常專業的燈光以及音響的技師 今天這一集就來讓我們一起分享 燈光音響技師背後的秘辛吧 大家好我是活動企劃一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燈光音響的相關秘辛 大家有沒有想過在一場成功的活動背後 如果少了燈光與音響的話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今天我們邀請了兩位非常專業的技師 來到現場跟大家來分享 首先我們歡迎我們的小鈺 嗨我是小鈺 那第二位是我們的大雄 大家好我是大雄 今天兩位來到我們現場非常難得 我們今天就來針對一些大家會想知道的問題 來兩位做訪問 好那第一個是 其實大家都想知道你們平常的工作項目大概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們到了一個活動現場 就大概會做哪些事情 一般我們到如果是活動之前 我們到現場是會先做常看 對 就看一下我們的動線 東西要放哪裡 然後設備需求 最重要是電源 電源 電源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我想要先問一下說 你們兩位在我們這個行業裡面 大概有多少年資 我試不看回手 我是工讀開始來說的話 近十年了 十年? 對 近十年 工讀再加 就是當完兵再出來 就是跟公司這樣 然後到近一年才自己開公司這樣 大家可以順便推測一下兩位的年紀 好那大熊大概是 我大概 我比較早一點 當兵前 然後當兵的時候 因為我是樂隊 所以我們樂隊裡面 也就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一直到退伍 應該是十 五十年以上 好保守 如果本身是可能音樂 音樂相關的一些人員的話 可能會對這行業比較有接觸 比較認識這樣 我覺得會比較吃香 因為很多的台上的東西 其實是你如果學過樂器 甚至你上台表演過的話 其實會差蠻多的 嗯 了解了解 好 那我們對於一場活動 像是最近是我們的春酒尾牙的季節 那就是我們來到現場之後 有沒有哪些是 你們覺得非常妝容的項目 例如像是 要怎麼樣 有足夠的設備 或者是燈光效果 去應付我們的每一場活動 基本應該要有什麼樣的設備 基本的 當我們前面要溝通的時候 我們就會先問 這場是有多少人會參加 人數會讓我們決定喇叭的數量 對對對 不然你前面可能放很少 你前面放了兩顆四顆 可是後面會覺得聽不到 前面就會開很大聲 那當前面開很大聲的時候 會變成前面會覺得很吵 後面才聽得到 那時候我們就會前面也放啊 後面也放啊 整個場地是比較平均一點的音量 對 等於說我們每一場活動的參與人數 都跟我們現場影響有很大的關聯 那如果是燈光的話 跟人數有關係嗎 燈光主要是看它有沒有做到效果 對 因為以大部分為 目前我們這邊接到的 都是先以大家聽得到聲音 然後看到表演為主 那如果說有再更多的預算 我們才會去考慮到說我們的舞台效果是怎麼去做 所以燈光跟人數沒有關係 跟預算比較有關係 預算 就是大家想要的表演效果啊 或者是呈現的方式 就例如說 如果我們只有簡單 舞台上的像是唱歌的表演 或是跳舞的話 都建議我們就是可能比較 在預算內用基本的燈光就好了吧 至少照明也要看得清楚 那如果後續你想要做一些顏色 像我們現在的備款也有一些染色 甚至有一些電腦燈 有些光束什麼的 看起來比較漂亮 那就看預算要怎麼去加上去 了解 所以說其實 以燈光跟音響來講的話 先後順序來講是 可能音響比較鮮 因為我們活動必須要有聲音去呈現 那燈光的話 就是大家可以依照每一場活動的預算 需求去跟我們燈控師這邊來做討論 好 那我想再問一下說 我們在從事這個行業 這十幾年來的經驗裡面 有沒有哪一個技術項目 是你們覺得 就是你們也是花了好幾年專演 才會的一個項目啊 可多了 每個項目到現在為止都還在專演 因為場地不一樣 環境不一樣 甚至於是設備不一樣 因為在我們早期在做的時候 喇叭一顆可能這麼大顆 但是近幾年已經出現了 可能就是一個低音 然後一根高音這樣 就可以達到磨動 所以那個內容是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對我而言來講 技術應該是 每個時期都在學新的東西 所以每個都很重要 科技一直在發展 對 所以我們的也要跟 不斷學習 不斷學習 一直在跟進 跟進科技 因為東西一直在出新的 那我們就要必須再學新的東西 不管是燈啊 音響都一樣 了解了解 等於說這個行業老師 其實就算做了十幾年 他們邊做邊學習的一個項目 也是一個活到老 學到老的概念 差不多 真的 好 那因為其實像剛才小玉 小玉技師剛才有提到說 他從就是大學生時期 在公讀就有接觸這一行 那如果說像是有一些 我們校園社團啊 也有一些對這個行業 有興趣的同學 你們會建議他們可以怎麼做 這個行業其實有一點苦悶 因為你在架設是活動的前面 大概兩個小時 那你活動結束之後 後面又要測場大概兩個小時 那如果說真的要走這一行的話 必須要有很大的耐心 提早 有可能我們會很早出現 那之後活動完之後 又會很晚才離開 又非常有耐心跟興趣啦 不然其實在這一行會待不久 主要是時間成本跟勞力 勞力的部分 對 等於說所以我們認識一個音控師 至少他具備這兩個 就是耐心不錯 然後時間也頗多 沒有沒有 時間都貢獻給工作 工作 對對對 所以也沒什麼時間 我想題外話 就是因為我們校園都會辦演唱會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音控師很帥啊 登公司很帥 我們每次辦活動都可以接觸到藝人 表演這些的 你們當初也是這種想法 去踏入這個行業嗎 我是沒有 我也是沒有 反正對我們來說 藝人 他的專長就是唱歌啊 跳舞啊 但私底下一樣啊 就是兩個眼睛一個鼻子一個嘴巴 對我而言啊 這個東西對我而言是這樣 那只是可能 可能遇到你自己 心中 比較喜歡的藝人 我們可能會抓個空檔 去跟他拍個照 做個紀念 就這樣而已 剩下的也不會跟他多講什麼 也不會多聊什麼 其實 了解 畢竟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隱私什麼的 那我們 我們我們比較幕後的人員 可能會看到一點點 他們不一樣的私下 但是我們還是尊重就是 這是他們個人意思 我們就是跟追星一樣 就當個小迷妹小迷弟這樣 去跟他拍個照 就美了這樣 是 好 那其實講到這一點 因為大家對於就是聲光效果 比較印象深刻的 一定不外乎是有關於表演 那可能比較有印象就是最近也要接近跨年演唱會了 那就是像演唱會大家呈現 但是以一般民眾的角度來講 就會直接的看到說 藝人的表現好不好 效果打得好不好 但其實都可能外行人比較不會去注意到 音控師傅付出了多少 或者是燈光師傅付出了多少 我想問一下兩位 就是如果要一個品質好 然後質感也不錯的一場演出的話 我們的燈光音響 對活動的重要性的地位在哪裡 我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我自己本來之前是表演者 那就是因為有時候在演出的時候 你遇到了可能沒有那麼了解我們的音響公司 或者是不熟悉我們的燈光師 那在演出的當下 你會聽到自己不習慣的聲音 你在演出的時候就變得非常的不好演出 或者是明明我們在唱抒情歌 可是後面燈就一直閃 你就覺得這歌聽起來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演出你要讓他覺得很好 除了表演者以外 我覺得燈光音響他們這邊也非常非常重要 他就熟悉表演者熟悉藝人或熟悉歌曲 甚至熟悉現場環境去搭配適合的效果 適合的聲音 我覺得這個就是之前我們的一些經驗 對對對 因為我們曾經有遇過就是演唱會上面 藝人表現不好被罵的是音控師耶 也有啊 因為他覺得不好唱的話 他就會有的就會直接 對 像這樣講過 有時候有些表演者可能在台上演出 真的不是他的能力問題 真的是音響公司 像我以前是表演者 我曾經遇過在台上彈 我聽不到我樂器的聲音 然後我就跟我們的音響公司 就是PA大哥說我就是比我的樂器 然後比這樣子 就是這樣 然後他以我說我的樂器人他就比這樣 所以我在那一場演出 其實我是聽不到我的聲音 那在演出的當下 我真的不知道我演得怎樣 那當然就影響到最後呈現出來的結果 那加上說現在其實很多的觀眾 已經慢慢了解說 藝人在演出的時候不是只有自己本身 他還有後面團隊 都是讓整個演出變得更好看的一環 所以當今天藝人在某個場次 就是演得不好的時候 也許大家就會去思考 是不是影響出問題啊 或者是什麼什麼的這樣 嗯 我剛才聽下來覺得兩位很心酸的點讚 就是除了很辛苦的工作以外 做不好還會先被粉絲們炮 就是先怪給他們再說 沒有啦其實真的很重要 就是每一個環節 表演的環節 像是剛才大聰老師提到的 我們在唱抒情歌的時候 燈光打下來的氛圍感是否足夠 都是燈光師需要具備的一個 我們的技能跟條件 那音控師傅更不用說了 我們整個演唱會的呈現來講的話 音效絕對是大家最直接接收到的一個效果 那我想在請我們節目比較尾端的時候 請兩位老師分享一下 就是你們在十幾年的經驗裡 有沒有比較印象深刻的做廠經驗 可多了是嗎 我講出來就得罪 沒有啦其實對我來說 我沒有特別的印象深刻的場次 但是對我來說 我喜歡做這個行業啦 其實就是因為他每一場 他不是一個既定的SOP 可能進場什麼這樣子 不像在辦公室你就是PP文書什麼的 因為你到現場 你會遇到很多的突發狀況 那時候有很多的 你意想不到的意外 所以你去解決這個 讓我覺得這是生活的樂趣之一 成就感 喜歡打怪破關的感覺 對 所以每一場活動你做完 你會有一個莫名的成就感 就如果這場問題很多 你又把它解決 你又有莫名的成就感 那我要問一個大家觀眾比較容易 直接理解的 你控了哪一個藝人 你覺得Safe說 哇好有成就感 我當完兵剛出來之後 大概一兩年都是當學徒 那時候後面轉換公司 那個公司突然接到一個 比較大型的活動 那有藝人 那時候就梁文英 梁文英那個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 在我第一次遇到的時候 我第一次遇到的時候 我真的是被他打敗 認真是我自己技術不好 這真的就是變成是技術人員的錯 讓他的演出其實沒有到很順利 那時候我就覺得 嗯 我如果下次再遇到他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把他弄好 就是讓他更好的演出 之後好像過一年左右吧 又遇到他一次 那場我就把它處理得很好 就是我自己先前的 預備時間 跟作業時間夠了 我就把它弄得很好 那時候等他唱完 他下來跟我講謝謝的時候 喔那個成就感直接爆棚 直接到天上去了 對那個感覺真的不一樣 就是喔那真的是很棒 就是有比較值的情況下 對對對對對 自己就會很有成就 對啊對啊 欸那大雄 空比較多 你比較接觸樂團對不對 對我比較多是樂團 音樂季啊 或者是 學校校園演唱會 對對對 有沒有印象深刻的團隊啊 或者是 我比較常遇到就是 很多 活動 因為我們有時候有些活動 因為 業主 預算的問題 所以我們出的設備 不會到非常的好 或非常的大組 可是 比較常遇到就是 很多藝人 或者是一些表演者 演完之後 都會傳訊息給我們的業主說 喔今天的活動 音響讓他們聽起來非常舒服 唱起來非常好唱啊 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跟他一樣 就是哇那種 成就感爆 對就是 爽 對 原來音控師的小確幸如此簡單 真的 真的 比跟藝人拍照簽名還要簡單 因為藝人太常遇到了 對 而且有時候藝人 藝人遇久了就也認識或什麼 對 可是你要讓他們去稱讚你 或者對你的 這個活動有印象 要嘛你控的超級一爛 喔爛的部分嗎 要嘛就是你控的 讓他非常有印象 對對對 輕鬆啦 讓他輕鬆唱 對對對 所以你們的使命 其實就是 讓每一個表演者 能順利的完成演出 對 不要有任何的問題 這樣對 好 其實大家 大家會發現 大家在舞台上啊 都比較會注意我們舞台上的主角 就是我們的演出者 那 其實我們背後的燈光跟音響師傅 也都是我們完整的演出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工程 那我們這一集呢 也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呢 先簡單的介紹兩位師傅的一個工作內容 接下來呢 也會有一個下集 跟大家分享更多更多關於活動 還有我們燈光音響相關事項的細節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也非常感謝兩位老師的出席 謝謝 好 那如果 我們下一集想要了解 燈光以及音響的相關訊息 歡迎在我們的留言下面 迅速我們想要的一個內容 歡迎大家來留言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看下集呢 再拍一個下集的一一幫大家來做解說 謝謝大家 我們是 我猜錯錯了 你看我們 你幹嘛 啊 我們是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 我們是 瓦當 怎麼辦 欸我們有那個東版 東版嗎 沒有